这个银钱最风光的时候 4000万两 就是所有的家产4000万两 4000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 在当时同治年间的时候 当时大清朝廷一年的国库收入 只有2300万两 他能够拿2000万两银子 来收购这些这个蚕丝 可了不得 但是呢 他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有人呢 在旁边老早盯着他 谁盯着他呢 就是李鸿章 那因为李鸿章跟这个左宗棠啊 他们两个关系是对头的关系 那么左宗棠呢 因为当年啊 要西征这个新疆的时候 不是没钱吗 大炮一想黄金万两 不是没钱吗 那么没钱的话呢 朝廷呢就要去贷款 人家不贷给朝廷 你朝廷要破产了 不借钱给他 朝廷借了他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 左宗棠啊 他就打算找护血缘 你给我帮帮忙 帮我借钱 我要收复新疆 因为那时候 再不收复新疆 新疆可能就独立出去了 所以当时的胡璇呢 听说的左宗棠这个困难 二话不说 他呢就找到了 当时的叫汇丰银行 找到汇丰银行 就以自己的家产作为抵押 然后来贷款 那么贷款的时候呢 当时就跟这个汇丰银行的经理啊 谈了一个条件 说你要借钱给我的话呢 利息我们可以高一点 那么但实际上高一点呢 我们中间的这个差价呢 一个给这个经理回扣 第二个呢 他自己呢留了一些利润 这些利润一部分可能是落入口袋 还有一部分他要打点的 那么 当时呢一共借了多少呢 一共是1800万两银子 那么给到了左宗棠 那么左宗棠牺牲回来了 那么威瓦很高了 所以进入了军机里面去行走了 成为内阁的什么大臣了 所以当时的这个李鸿章就很生气啊 对吧 因为他看不起左宗棠 左宗棠是个举人啊 对吧 李鸿章他不一样 他是个近视啊 对吧 就看不起他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打算要把这个 左宗棠给扳倒 但扳倒不容易 所以那个时候他身边呢 这个李鸿章身边就有一个幕僚 这个幕僚名字叫慎宣淮 咱们到苏州啊 苏州四大名园当中有一个叫刘元 就是他们家的 那个这个慎宣淮呢 他是李鸿章的幕僚 就跟李鸿章出了个主意 他说了我们直接的去扳倒左宗棠不行 但我们有一个方法 叫做倒左必先倒弧 你把弧玄搬倒了 那么他没有了钱袋子就好办了 但是你说搬别的不行 一个商人 我是一个官员 我搬你商人还不行吗 那个时候呢 刚刚好我们说1881年 当时呢 看到了这个我们的丝绸的这个声音 因为当时的老百姓 重商养残赚不到钱 他就打算从外商的手里 夺回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花了两千万两白银 把全国的这些丝绸 基本上切在这个手里 一共三年 到了1883年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两千万两白银呢 那么把这些蚕丝呢 集中在这一起 还没有完全出手 那么此时 就让盛宣怀就知道了 那盛宣怀找到了一个机会 要搬到这个护许元 他怎么办呢 他先找到了当时的 英国的这个领事馆的领事 就跟他讲 你们想不想在我们中国 收到便宜的丝绸啊 因为外商嘛 他当然要便宜啊 那个时候人家做生意 可跟别人比较 人家有国家做后台 他说我当然想啊 但这个护许元他不行啊 这太坏了 我们花二两银子 他就给三两 我们给三两 他就给四两 所以全部都被他收取了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的 盛宣怀就跟他讲 我有办法 你只要听我的 我保证你能在我们这边 能够收到这个便宜的丝绸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跟他讲 你首先把汇丰银行的经理 调一个人过来 因为原来的经理吃了回扣啊 对吧 所以呢把换了一个人过来 换了一个人过来 他就跟他讲呢 现在咱们这个胡玄是不是还欠银子 还欠他四百万两 那么这个银你现在跟他去要钱去 跟他要钱 那么时间到了嘛 那么这个胡玄呢 心想 哎 那个跟我要钱了 我得还呢 对吧 那么通常这个胡玄这个钱从哪里还呢 因为当时他帮左宗舱借钱的时候 第一是自己的家产作为抵押不错 钱从哪里来 当时的朝廷是答应 以广东 江苏 浙江 三个省的税负 每年一次 分期付款的 那么于是他就找到了谁呢 找到了上海的 在上海做倒台的叫邵永年 邵永年呢 他是负责 跟这个胡玄对接这一块的 那每一年都很 很正常的 到时间钱就给了 到时间钱就给了 这个时候的 胡玄就跟邵永年说 哎 人家来要钱了 你看你赢的什么时候给我 但是没想到邵永年这个时候呢 接到了一个密信 谁呢 就是李鸿章写过来的